天潭长廊位于北京天潭起古潭东侧 是一条城蛆齿形的长廊 迄今已有六百余年的历史 与颐和园长廊、北海长廊、中山公园长廊、香山寺长廊相比 天潭长廊是目前北京历史最悠久的长廊 长廊以南为一个宽阔的广场 有上百棵几百年的古树和绿色的草坪 在广场的草地上有天潭公园景点之一七星石 天潭长廊宽五米 长两百九十五米 南窗北墙 连沿通极 赴绿色琉璃瓦 长廊的设计非常精美 拥有独特的装饰风格 彩绘良方 不宜景患 风光迷人 天潭长廊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 一四二零年 仿南京天地潭旧制 长廊的南侧为砍窗 北侧为砖墙 是连接其古潭东砖门 北神厨 北载生亭等各院落的封闭通道 祭祀时 通过该通道将载生亭 神厨 神库中存放的祭器 祭品送至旗鼓潭 进东砖门后 在临时搭建走生棚 至旗鼓潭南侧东台阶 作为历史上祭祀活动举办时 运送祭祀供品的通道 天潭长廊是重要的祭祀附属服务建筑 顾天潭长廊又称为公菜狼子 天潭长廊初建时 为七十五间 清乾隆十七年 一七五二年 亦为七十二间 与祭年殿大小三十六根柱子相对应 象征七十二地煞 三十六天刚 顾天潭长廊也称为七十二长廊 七十二连房 一九三七年 殷天潭不再承担祭祀功能 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 将其开辟为公园 对公众开放 并拆除了砍窗和砍墙 将长廊改为园林式不狼 添加坐凳 一躬游人修器 一九七七年 天潭对长廊进行第一次大型保护性修缮 为七十二长廊重座山背 瓦面极油式彩化 翻新水泥砖地面 增设便于有可修器的坐凳 配套增设言下确替 天潭长廊的保护性 观赏性 功能性得到全面提升 2023年 天潭进行了第二次大型修缮 此次对长廊的修缮 主要包括屋面条顶 大木架 上架雅五墨悬子彩化 墙体墙面等四个方面 特别是对长廊内雅五墨悬子彩化 进行恢复 展示了符合清代官式彩化的 古剑彩化文式 在线清代七十二长廊的历史景观 天潭长廊是目前北京历史最悠久的长廊 明清时期是祭祀运送祭品的通道 而现在 焕然一新的天潭长廊 则是游人游览 休息的场所